第五集 第五集 为什么 几次都不成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大家都回去休息 我们明天继续 快走啊 困不好的东西 哪里出错了 我就不信了 雷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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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 这个东西不能直接碰的 理论上来说完全没有问题 公式推演得那么完美 绝对是百分之一百的成功率 我简直是见了鬼了我 雷昊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火王这个项目 一开始就是错的 也就是说 我们是在错上加错 欧林 你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你我都知道 林雁这些年 为火王这个计划 简直就像是走火入魔了一样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可是 除了一开始提出这个理论的 林雁以外 我们中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真正熟悉这个领域的 也没有办法去推论这个理论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我是说 我们虽然很努力 但如果 他的推论是错误的呢 那我们 只能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雷昊 你扪心自问 你真的可以说 火王这个项目 从启动到现在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推论 你有十足的把握 是正确的吗 任何真相 在被证明之前 都是薛定谔的猫 对 我也是关心则乱 我真的是太担心林雁了 雷昊 我看他真的很累 也许是时候该停下来了 雷昊 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你的话 他会听进去的 你再想想 我现在是要 我现在要做 我的孩子 我现在把我 你真的得罪了 我现在不想 我现在要做 我现在要做 以后像这种失败的实验 就不必再通知我了 如果再这样失败下去 我怎么处理你们 你们自己心里很清楚 虽然这次实验失败了 但是我们也有一定的收获 我们从中得到 我不想听你废话 我告诉你 我向来只看结果 不看过程 如果再失败下去 我少不了你 我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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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快躲不过去了 警察到处都在找我 国内的监控系统有多完善 您根本就不清楚 想抓一个人太容易了 求求您 求您给我一个 将功补过的机会吧 立总求你了 将功补过 就凭你啊 你凭什么觉得 我会再给你一次机会 难道还想让我再给你擦一次屁股吗 你看 这是现在公司实施监控的画面 快去 去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失忆了 童风 他见过我 你已经半砸过一次 如果这次再满走 你说该怎么办 明白 明白 请问 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 人事部的负责人啊 你把简历留下 回去等通知 可是 森泰这么大的集团 负责人是你想见就能见到 大于 什么时候能有结果呢 有大概时间吗 哎呀 哪有你这么应聘的 你回去 等电话 有结果了 会有人给你打电话的 我们又不是人事部的 没办法给你准确时间 喂 什么 顶楼是总裁办公室 难道老大要亲自面试他 行 是这样 那个人事来电话了 总裁要亲自面试你 这个 你拿好 去顶层 三十三层 总裁要亲自面试我 为什么呀 那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 我去 我去 谢谢 谢谢你啊 我去 乖 前卫 凤剑 同凤 你到底是谁呀 又为什么会来这儿呢 难道是林叶让你来的 好 您好 欢迎来到森台面试 我是你今天的面试官 怎么了 请坐吧 好 我看你的样子有些面熟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我刚回国没多久 我们应该没见过 大概是您记错了 这是我的简历 姜总 我看你的简历上写 你今年二十三岁 是的 本人倒是比较成熟 一点也不像大学刚毕业的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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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总 您来了 我已经试探过他了 应该没有问题 他确实已经失忆了 用你的主脑子想一想 如果他真的失忆了 什么都不记得 为什么还要伪造身份黄豹年 千方百计地混入森泰工作呢 猪脑子 童小姐 你好像有东西落在我这儿了 咱们要不要聊一聊 我 我 小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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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说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你现在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好吧 尽量拖延一下时间 你给我 给我五分钟时间 我马上就到 你自己千万有注意安全 发生什么事了 洪峰现在在森泰 他碰射江湖明了 什么 赶紧过去 小宋 赶紧派人过来 你们多小心看一下 这个文件都已经整理完了 我知道了 开会资料专用就好了 哎 雷浩 嗯 看见林总吗 没有啊 怎么了 今天几个微信公众大号 在同时转发一篇文章 是关于林总身份的猜测 说她是什么天外来客 还说得有理有据的 关键是还在持续发酵中 写得还都挺有道理 所以说 林总还真有可能 不是地球人 你要是见到她 马上通知我 我现在去公关部门 马上处理 好 站住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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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这里是十九楼 如果你从这里摔下去的话 我可能会死得非常难堪 这样人叶再也不会喜欢你了 这话我们放开 你干嘛 你别冲动 在这等我 一切听我安排 你干嘛 你 你别去 我呀 怎么了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怎么会突然跳楼啊 怎么会突然跳楼啊 太可怕了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 怎么会突然跳楼啊 快来帮忙 快 你怎么回事啊 快出去看看 有人跳楼了 重逢 没事吧 没事吧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怎么办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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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 我 统邦 你涉嫌故意伤害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配合调查 我 没事 你 你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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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十九楼 如果你从这里摔下去 估计会死得非常难看 这样林叶再也不会喜欢你了 放开我 童风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谢谢你的配合 你可以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心吧 没事了 我们走吧 从这监控录像看 江浩明是自杀 不是他杀 这不可能 案子发生后第一时间 我就带人查了森泰集团所有的视频 恰巧那一天系统出了故障 视频全都没有了 这段视频哪里来的 这么清楚 对面大厦里面拍的呀 那是谁给你的呀 还能有谁 林烨呗 为了找证据 天天派人盯着森泰 可是队长 无论怎么看 江浩明自杀太诡异了 您看 前一秒还在威胁同风 后一秒就跳楼自杀 您说 这符合厂里吗 符合厂里还用我们厂 这不是我家 这就是你家 你以前就住在这里 顺云 快过来 你快出来呀 你快 顺云 叫什么叫啊 大小姐 拜托啊 我有工作的 很重要的 又不是谁都像你这么闲 你说我就不明白了 这俩人进展怎么这么迈呀 今日里也没见他们俩这么磨叽 我告诉你啊 林烨这个指导府 平时呢 就会演霸道总裁 这关键时刻都是圣啊 我看你真是王山不急太监急 大明星 拜托 我家根本不欢迎你 我就不信 你对对面那两个人的进展 没兴趣 温永倩 温永倩 我在这个行业里这么多年 我以我的经验告诉你 你呢 要是再继续这么八婆下去 就离过气不远了 自己看着办吧 你不看 我自己看 我就不信 你对他俩的进展情况 不好奇 你的东西我都帮你拿过来了 你以后就安心住在这儿 你以后也没有 你看 不怕 就不怕 如果有 ARM 你喝了 其实掉下去的人应该是我 他本来不用死的 答应我 停止调查森泰的事 无论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愿意告诉你 相信警察能查出真相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是我最珍贵的 我不想 也不愿意再失去你 李队长 您今天怎么有时间 来我这儿指导工作 李队长 您也信这些啊 有理有据 不得不让人怀疑吧 那您今天来的目的是 没什么 我们来了解一下林总这个人 是个怎么样的人 还有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说了您可能会不信 我说了您可能会不信 但是林总呢 确实是我见过 最有爱心的企业家 我就曾经得到过她的资助 其实我们林总一直到现在 还在做很多慈善 饿了吗 走 我们去吃饭 来 我不想出门 要不 我们做饭在家吃吧 怎么了 我冰箱里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们还是去外面吃吧 好吧 走 我去开车 这是我做的饼干吗 这是我做的饼干吗 你要不老实交代 我可把它吃光了 不许吃我的小饼干 自从你消失后 我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而这个小饼干 是你做给我的 我一直都舍不得吃 就把它放到冰箱里了 这也许是你留给我的 唯一的念想吧 所以谁都不许吃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我会努力想起过去的事情的 没关系 等你有空的时候 再帮我多做一些饼干就好 好啊 我听不懂 我还没闹 最好了 最好 你多做一些饼干嘛 也是你夺点吧 走人陌生来的有点多 隔着空气吵醒我恶魔 感觉想哭 并且试气得 美ят快乐 在遥远梦中常识联络 主角的幸福会不会痛 现在的我有一点点悸动 插上图望爱的借口 闪烁的回忆还有点微弱 我们应该在哪儿见过 这片刻很难得 拉长时间等待爱抚过 每一秒都受不得错过 快回应我千里的把手 我们就能继续哀愁 心跳在我 守护你我 熟悉的小动作 顺恋承诺 从此热闹 醒来我怀里多可 昨日陌生来点有点多 隔着空气吵醒我耳末 感觉像阔别继续记得 一切快乐 在遥远梦中常识隐落 主角的幸福会不会痛 现在的我有一点多 我会不忍耐 你 transactions会把你带走 你是不是真的是 你不会让你带走 你还要到你都要到我 我认为了 通风 这意思 我不会再把你放开了 当你是从生死微博的 那段时间 我才知道 你对我来说 有多重要 我不愿意在没有你的世界 孤独地活着 也许我会给你带来灾难 但这一次 我相遇一天都 我会给你带来 怎么样 你的报道收效甚微吧 急什么 现在才刚刚开始 行了 还是让我亲自去会会的 好久不见我的神域火王 说吧 你这次又想干什么 仲天 我们好歹也是同伴一场 你干嘛总这样提防我 我能想干什么 我不过是想打个招呼罢了 听说彤峰已经回国了 可喜可贺啊 一千多年了吧 你们这次还能团聚 真是太不容易了 想必你一定很开心 想必你一定很开心吧 我不会再受你的威胁 我再跟你说一遍 不管是同风 还是我身边的人 我都会保护他们到底 你不要再试图挑战我的底线 大不了同归于尽 我也不会再让你如此嚣张 保护我 保护我 你凭什么保护他们 当初你没能保护好神域 如今依然保护不了地球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 就是想告诉你 新的战争 已经开始了 这次 不仅是你好 还有神域和地球 对了 我听说黑客 能够获取别人电脑里的信息 我倒是要看看 人类的科技 是否已经如此先进了 爹 仲天啊 保护好千妹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悲剧 总是不断地创业 爹 同风 怎么了 童风 我梦见这个世界没有你 我害怕再也找不到你了 不会的 我就在这儿 哪儿也不去 放心吧 没想到 你还有这么脆弱 心情能力啊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晚上别喝太多水 会水肿的 好 那我先睡了 今天我发现了 你好久不太多情绕的 我愿不挤啊 挺在 此刻 星空颜色是什么 是彩色的 星空尽头是什么 是空的 你心里藏着什么 告诉我 我的世界藏着你 命运让我们在一起 追寻几时未找到你 在满天星光下的深海里 天夜里要轻轻的拥抱着 浩浩 我明后天都休息 你带我去新节目的游乐园玩 你还有时间休息啊 你不是在演慈禧太后吗 有假期了 因为我想你啊 我想你带我去玩 你要珍惜哦 行 珍惜 天上下刀子我都陪你去 到时候陪你玩所有的项目啊 宝宝 我先不跟你说了 宝宝 你什么情况 发生什么事了 行 给我疼 疼 给我点疼 来 走 来 来 我来 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正好也去车库取车 同路 走吧 你啊 别一心就想着工作 身体也很重要 你要是累得病倒了 临夜找谁哭去 你还说我呢 你不也天天在实验室里炮着 没日没夜的 是 对了 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通 就是咱们上次在国外遇袭那件事 迪云是怎么知道的 他是怎么出现在那个房间里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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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